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为什么我常常一直在跟各位讲说 批命的主动权你一定要掌握 除了让批命比较过程轻松以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命理师所面对的环境其实是不好的 你要去看看 时常会发生这一种情况 心脏权威医生死于心脏病 脑科权威医生死于脑部的病症 病毒权威 结果他自己死于病毒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这些人他都是处在一个不良的环境 我是心脏科医生 我当然天天就是在看心脏的问题 久而久之 他就会传到我的脑袋 让我的身体慢慢的可能变成是这一种情况 的话 同样的道理 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天天在帮人家批命 你所看到的是什么 婚姻不好 破财 基本上都是人生不好的一面 就是因为他们不好 他们才来找你批命 要是很好的 他来找你批你干嘛 所以命理师所面对的就是一些人生的黑暗面 失败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每天听这种东西 你每天看这种东西 你是不是处在一个不良的环境里面 假设你这时候 还在批命的过程 是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你就很容易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在古代里面有跟你讲说 做命理师要损失什么东西 要没有婚姻 要很穷 要断手断脚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我们在面临客人的问题的时候 假设你没有办法把这个负面的情绪 把他排除掉的时候 到最后你就会慢慢的走向这种情况 所以命理师本身他的工作环境 就不是很安全的工作环境 所以为什么你在批命的时候 不要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因为你假如长期这样的话 你就很容易会面临到我刚刚所讲的 你会被这一些不良的资讯影响着 而到最后 你逐步逐步的变成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 他在批命的这个过程里面 除了他要能掌握主导权以外 他也要适时的能够把这一些负面的资讯 负面的情绪把他排除掉 这样子你才不会一直被这一种 不好的讯息困扰着 到最后你就逐步逐步的变成是那样 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 你要知道你的批命的环境是不好的 是危险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为什么你的批命的主动权还要交给别人呢 那不是更加速你自己往不好的方向去吗 所以这就是批命主动权要在命理师的手中 为了要保护自己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